大家好,我是小琪 好多人养着沙漠玫瑰 又像小琪一样是北方地区的 现在呢,马上入冬了 如果说想要冬季沙漠玫瑰不出问题 在冬季能够安稳的过冬的话 一定要记住,沙漠玫瑰的山不能 只要做好了,它就不会出问题 因为在冬季,如果室内不通风 而且温度又比较低 虽然你供呢,它也是会出现烂根,烂叶 整个植物彻底烂掉的情况 那么是哪山不能呢? 第一个,就是不能给它浇水 因为呢,在冬季的时候 虽然说,您室内供暖,温度能够达到20度左右 但是您室内不通风 您能够在冬天开窗通风吗? 冬天开窗子以后,外边零下多度 零下,然后风吹进来以后 叶片就会出问题,整个植物也会出问题 您不能开窗,通风就不行 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将上水,通暗湿度很大 它就会出现烂根的情况 不通风,烂根烂叶是正常的 所以说,一般在室内养的 只要不能够开窗通风了 室外的温度低于零度了 这个时候您及时的停水 虽然它的整个植株会瘦弱一点 它的叶片会脱了正常 只要植株不是很软的话 就不会出问题 如果说,您害怕它彻底的干死 而且又是刚移栽的 那么您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去浇水 中午室外的温度在零上 比如说两三度的时候 您这个时候可以开窗 然后放到窗子边上 光照又非常的好 直接给它浇上水 直到外边的温度在零度左右的时候 及时的关窗 这样经过风吹,经过光照 突然处于微湿润的状态 它就不会出问题了 第二个不能的就是不能给它去使用肥料 因为在冬季肥料使用是没有用处的 您停水了,您再去用肥 根本得不到一点补充 只会导致它的根系比较弱 出现烧根的情况 所以说一点肥料也不要给它用 第三个不能的就是不能缺光 虽然说它处于休眠状态 但是它的枝干,叶片 都是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 光合作用主要的目的是 通过光照射在叶片上 照射在主干上 它会进行光合作用 知道的一样 它会知道一些养分 养分随着枝干主干回流到底部 保证根系不出问题 保证那些粗根不会死掉 这样就能够保证不出问题 如果说放到缺光的地方去 又不浇水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现 严重落叶死掉的情况 只要您把这三部能够做好 您的沙漠玫瑰 轻松的就能够度过夏季 我这边呢 一般在温度室外的时候 五度左右我就停水了 我这个棚里最低的时候 到了零度 所以说只要不浇水 它的主干受不要紧 到了春季的时候 你只要看着温度外边淋上了 这个时候你给它浇上水 它就能够快速的去长新一根 新一根长出来 主干就会呼吸收饱满 第一步就会继续长新叶 到时候长出新叶来 接着就能够开花了 我们再适当的补充一下肥料 就不会出问题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个关注赞的